未来谁最有机会统治NBA?詹姆斯毫不犹豫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上赛季的NBA最终的总冠军属于勇士队,杜兰特也获得了个人职业生涯第二座FMVP奖杯,然而即便达到生涯顶峰的杜兰特也没能撼动詹姆斯联盟第一人的位置,在大部分球迷和媒体看来联盟第一人,还是属于勒布朗詹姆斯,在被问到对于未来联盟第一人的看法时, 詹姆斯这样说到母庸之宜,字母哥拥有足够的技术和天赋去走向伟大的道路,他每个赛季都有巨大进步,显然未来他有足够的资本去拿下MVP,从詹姆斯这些话中也不难看出,他非常看好字母哥,的确,字母哥近两个赛季的表现过于强势,他的天赋也是肉眼可见,如果保持这样的状态下去,字母哥很有可能, 在未来会接班詹姆斯,成为联盟第一人,不过前提却是字母哥仍然需要打磨好自己的投篮技术,上赛季的字母哥也场均拿到了26.9分十篮版4.8助攻的优秀数据,也率领熊路闯进了季后赛,虽然在首轮就出局了,但这毫不妨碍字母哥的成长, 近两年连续入选全明星首发和最佳阵容二阵的字母哥,是当今联盟炙手可热的球星,他出色的身体条件,让他成为了球场上的怪兽,詹姆斯如此看好他也是有原因的,那么,对此,各位看官,你们怎么看的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